你已经猜到结局了吗? 欢迎回来 感觉很疲惫吗? 想挑战海龟汤故事的话 可以和我说哦 那我们开始吧 这天晚上 街道管理处来了个小伙子 听说是要面试巡逻员 处长老罗不喜欢他 决定刁难一下这个矛头小子 他问道 我们街靠南侧一排路灯 共十二站 灯泡比较劣质 晾两个小时就会坏 如果你今晚开始巡逻 三小时巡逻一次 每次巡逻换下来坏的灯泡 十二小时后 还有几盏路灯亮着呢 小伙子说了一个数字 错了 就这样还想当巡逻员呢 忽然老罗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发青 扑通贵倒在地上 是 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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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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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正确 是 是 是 可以 休息一下吗 眼睛可以眺望远处放松放松 请不要太勉强自己 影片来到这里想知道以后故事赞好留言最重要订阅小小支持成为动力 是 是 不可 是 不可 是 是 是 我 是